桌球的混霜 那也是在逆境下 我们就又赢回来 疫情旗下能够有这样的一些表现 确实对我们都有相当的鼓舞的力量 东京奥运开幕 指挥官陈世仲抢打热潮 提醒大家降级后防疫还是不能马虎 而总统蔡英文也带来好消息 脸书上发文关切东京奥运的同时 全国疫苗接种覆盖率超过了26% 已经提前达标 接下来会持续取的疫苗进行接种 让台湾社会集体防护力不断上升 而日前通过EUA的高端疫苗 也将纳入公费疫苗的名单内 EUA通过之后 那HIP也同意列入我们疫苗接种的作业计划 那当然我们接下来要立刻 就要开始跟这个像就是高端公司 我们要来看它供货的一个计划 那我们原来在7月的要求 那看能不能先把这个量 要把它供货的时程 那算精确了 不仅高端快要开打了 卫福部专家咨询小组 也同意开放混打疫苗 所以他建议就是说 这也要相隔8周以上 那是针对的目标群 先以一到三类 虽然还没有要做 可是其他的我们都是在 相隔我们的10到12周 所以我们还决定说 也是把它拉成一样 那至于什么时候开始 那我想还要经过一些讨论 跟我们接一些盘点 计算疫苗的数量等等的 它还有一些考验 那还有本来的一个 登记的平台上面 都没有做这样的规划 什么时候开始实施混打 还要等指挥中心 做好完善的规划 不过随着疫情逐渐趋缓 25日确诊案例 分别为12例本土 一例境外移入 而且也是三级警戒以来 首次没有新增死亡案例 也让即将到来的 27日降级前夕 为全台湾民众 打下一记强新增 环宇新闻 叶炳杰执役台北报道 请您继续锁定 环宇新闻网 以及YouTube环宇新闻频道 并且记得订阅 开启小铃铛 接收更多全球新闻报道